字幕 鈴 je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ysa 今天呢 要來介紹給大家非常實用的這個形態助動詞哦 是 那想必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助動詞的意思呢 應該就是它意思為應該或者是應當 那今天呢 就來幫大家複習一下這個助動詞的用法哦 首先呢 助動詞後面呢 我們是要加上圓形動詞的比方說 下面這個句子 You should eat vegetables every day to stay healthy 你每天呢就是应该要吃蔬菜来维持身体健康 那在这边呢我们的 should 后面呢加上一个原型动词 eat 那如果今天呢我们要把它变成否定的用法的话呢 其实我们只要在这个猪动词 should 后面呢加上一个 not 变成 should not 那当然呢这两个字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为 shouldn't 那这样的用法都是可以的 那今天如果我们要照问句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猪动词我们把它放到巨手 那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问句咯 比方说呢 Should we clean the house today? 我们今天呢应该要打扫房子吗? 那当今天大家这样问你的时候呢 我们的回答就是会有 yes 或者是 no 那今天如果是肯定简答的呢 就是 yes you should 那如果是否定简答的话呢 就是 no you shouldn't 那假设呢如果你今天要把它回答呢 就是一个肯定想答或者是否定想答的话呢 整句话呢就会变成 yes you should clean the house today 那否定想答的呢就是 no you shouldn't clean the house today 是不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介绍给大家一个 should 的用法 假设呢如果你今天要表现的一个意思呢 是将来会点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助动词 should 的哦 那我们来造一个例句 You should find this book really useful 你将来呢就是会发现这些书呢都是非常好用的哦 那这个时候的 should 的这个字意呢 就跟我们刚刚一开始所介绍的这个应该 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啦那希望今天呢你们有学起来就是这个 should 的不同用法 以及它的不同字意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